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Blackpink激素终于发表了新专辑 而主打歌过 在公开不到三小时 就突破了1000万YouTube观看次数 Melon实时排行一位 Top13位等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Blackpink激素的速落歌曲过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歌很好听 不过脸真的真的太漂亮了 声音可能会有喜欢不喜欢 但是歌曲很不错 歌曲真的是好听的韩国风歌曲 声音也好喜欢 只是舞蹈有点遗憾 一直听的话感觉这歌曲更好听 超洗脑 激素真的不适合做solo 连伸展手臂的动作也很尴尬 歌曲好听脸太漂亮 真的不知不觉的就看完了MV 超喜欢激素 歌曲有点像truth不太喜欢 但是激素真的很漂亮 我知道说像truth是什么感觉了 但我很喜欢 前几罗接Lisa solo的时候 有那种很充满的感觉 但是这次有点空虚 不过漂亮是真的太漂亮了 MV真的超漂亮 好像什么画报一样 也有点像香港电影的感觉 真的太漂亮了 歌曲跟激素的音色也很相配 超喜欢 这次歌曲反映好 所以黑粉们着急了 想要指责歌唱实力的话 应该要看清唱舞台后再说 怎么看来MV后再讨论歌唱实力呢 真的好神奇 然后除了猪打歌之外 收录曲 也是非常好听 所以对于吉祖的塑洛歌曲过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新人女团5050 在美国皮尔布的哈板排行 创下了K-POP组合的新纪录 根据皮尔布的当地时间3月27号的发表 5050的首支单曲QPIT 于4月1号在哈板排行进入了100位 这是5050出道仅4个月的时间获得的成绩 一举成为K-POP组合出道最短时间进入该榜单的大纪录 而这次的成绩也使5050成为了 与Wonder Earth Blackpink Twice以及New Jeans 一同进入皮尔布的哈板的5组K-POP女团之一 如果包括BTS在内的话 则是第6组进入该榜单的K-POP组合 真的是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哇歌曲真的太好听了 真的恭喜 因为太喜欢这首歌 所以到处都会留下音乐的留言 哇最快 原来比New Jeans还快 大发 希望能更上升 在中小经纪公司都没有宣传 真的太棒了 这才是真的以实力进入的 真的是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恭喜恭喜 恭喜